Yo what's going on guys 大家好我是阿伯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支高尔夫球视频 今天风和日丽 在我们尼亚加拿大瀑布 四位不同国家的运动员 要展开激烈的角逐 角逐今天中午的麦当劳 到底是谁付钱 然后今天是打另外九个洞 如果你没有看我第一期高尔夫球视频 那么你赶紧去看一看好不好 看看哥们有没有进步 给哥们一点鼓励求求你了 那么我们不多BB 直接开始找你 好的我们现在直接开始 先随便挥两下 假巴假巴意思 但是这个场地不能热身 我们就只能直接开始了 好先给大家介绍运动员 来自中国的阿伯 他使用的是Driver 现在他准备机球了 听声音还不错 这是来自摩洛哥的西蒙 是我的师傅 这是奥斯特来自加拿大 是我师傅的师傅 我去你看他这个swing 太漂亮了 我真的说 这来自菲律宾的JES 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开始打球的吧 我比他稍微早了 那么一点点 什么提进了呀 这咋打 哎呀随便挥一挥吧 这咋打的打不了 我也觉得 然后我们直接搞一手Hybrid 这个大概还有200来码吧 回出去声音不错 看一下 这是SIMO 别的小伙伴我也稍微拍了一下 这个短切大概 对很很短的一个短切 刚刚那个Hybrid打的还不错 我们也是成功的切到了果领上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推杆Boge Please 没有 这是Simon的Birdy 对 他第二杆直接上了果领 也没推到 可惜 然后这是我的加二了 该有了吧 累了 第一杆架 嗯 坦然接受 然后这是第二个洞 7号铁175码 感觉不错 这是Jessa 我是从蓝色的踢开球 Jessa是从 黄色的踢 北京烤鸭 饿了 这是鹅还是鸭 不管了 然后我们Birdy 直接上果领 有说法 哎呦 差那么一海飞丝 兄弟们 来推个part 可以 今天的第一个part 舒服 来到第三个洞 Hybrid 270码 凡是只要是这个 嗯 这种300不到的 我都喜欢用Hybrid 主要还是因为Driver太差了 感觉 练习还是 最近练的还是比较轻 主要是专注于切杆吧 还可以看到这杆切的 看一下这杆切的怎么样 别的这两天都没有练 可以稍微大家对比一下之前的视频 嗯 嗯 然后Birdy推 哇 太轻了吧 兄弟 part推 可以 可以 如果能打 能打part 我都烧高香了 你知道吧 连续两个part feeling good man 现在一号步 试一下 哇去 打不来这杆杆 因为我每次打球 我感觉我都看不到自己球在哪 就是眼睛不好了 感觉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所以我就用一个pitching wedge 把它打出去就完事了 我是新手 不能要求那么高 9号铁 4Birdy 不可能有 嗯 就 他说我打得太快了 就 哎呀 这杆 我还在那里试灰呢 然后就把球给碰到了 所以就给了我一个mulligan 就是 给了我一个机会 看一下这根切杆 感觉很不错 这个链切切杆的确有效 今天就是这种50马以内的短切 很少失误 加2 哇 垂头上去 加3 呃 4个洞完了 我加5 来到第5个洞 7铁 172吧 我有点想用力 所以就感觉是 就是 手就没有放松 所以肝面有点开 然后就飞到了 右手边 我是这么分析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找到了球 这个又是一个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 蒙的球位 看一下蒙到哪去了 我猜核对岸 可以 你知道吧 不达到水里就是可以 再切一看 哎 不错啊 看见没有 嗯 这小啊 这小啊 这轻快的部分啊 波给推 拜托了 看见没有 到这个时候我的手型就有点出问题了 就感觉在用那个弹烟灰似的 在那个弹那个 在弹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僵住了 这一个洞把我干住 加三 只能坦然接受 好 来到第六个洞 我们继续 用一个hybrid的往前 搞一手 嗯 看来这个安打的还行 看一下怎么样 但其实稍微有点短打的 不如平时远 这个地方我把距离给弄错了 我以为只有100码了 但是其实是有120左右 所以我用了个52度的话 必定是会搞短掉 看一下西蒙切的 稍微切过了一点点 所以我切短了 在这里再进行一个短切 就是nicely 轻轻的切一下 对 对 只要看出去 我要让它停住 我就会一直处这个地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不怕 哎呀居然有了 哈哈 有点意外 今天第三个part 可以 来到第七个洞 Ostern的Driver 我的天哪 这个swing 稍微有一点点拉锁 但问题不大 西蒙 哇 让开让开 来 来 我的Driver 看一下怎么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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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树上弹了回来 这个 但这个位置我感觉我又怎么说 打的处理的不是很好 打的太快了 看见没有 属于就是 没有一开始那么专注了 感觉 这里 这里for-2 他说nice pot 但是没关系 我们打第四个 应该是打到左边去了 因为右边有水 所以尽量避开右边 我很怕水 说实话 这杆的落点选错了 应该往左边落 但是 不够自信 就觉得往安全地方去 所以就 稍微远了一点 还是应该更自信一点 这里加一杆 推一下 看见没有 又开始抖烟灰了 这里 他跟我指导了一下 说别抖烟灰了 然后 对 现在就稍微好一点了 那这个 这个洞就加三了 最后 因为他们一直在教我 这是第八个洞 一杆 一百七十七 我用的是七体应该 然后 很不幸 沙克 从来 没怎么打过 没怎么练过 沙克 所以打不出去也太正常 再试一个 我又居然出去了 谢天谢地了 我的天 但是出去跟没出去也差不多 然后再再长草再切一干 这干切的 哎 害行 害行 这一干是推什么 啊 推double bogey 哎 这个 这个人想搞我 没搞到 将二 来到最后一个par5 打drive的时候相机没电了 但是反正告诉大家 打的就很短 我最长的铁是六号 在这个草区 dryver打了一百码吧 然后这个六铁总距离差不多两百码 总距离一百八一百九吧 然后再来一个一百八一百九的六 看一下这个 我也还还不错 我的六铁的总距离 一般 一般 也不稳吧 那一百七十多carry吧 大概 Four birdie 没有 Four power 有吗 没有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成绩 我加十四 九个洞 大家好 看完了刚刚的视频 然后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问题是potting 推跟 就非常有待加强 但是最近也没怎么练 要下一步就敢去加强一下 还有老问题就是driver 要接着练 当然别的球也不是没有问题了 相对来说现在比较需要弥补的是这两块 但是相比上一次我觉得我还是有不少进步的 虽然打高尔夫球到现在可能大半年吧 进步还是相当显著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如果 如果你对我是如何训练的 有什么 我可以跟你分享的话 我也可以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们希望今年夏天 再过几个月 我们可以突破90 这个要求不算很过分 当然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能 达出更好的成绩吧 然后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看了视频觉得喜欢的话 关注一下ok不 求求了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兄弟们